熊絲杯打得激烈 球迷們賣力加油 肚子也跟著咕嚕咕嚕叫啦 不少觀眾們也帶著便當 淋嘴進場 邊看球 刻著手中的食物 實在很享受 當然是非常的享受 我們在外面有一家便當就排很久 就跟風 然後就去排 然後買到 非常好吃 其實看棒球是可以帶便當的 所以我就把這個習慣帶來籃球場這樣 中華隊 加油 相對之下 因為像國外一些球場 就是看球 他們球場內都賣很多美食 很多東西可以吃 那如果裡面禁止吃東西的話 帶東西進來的話 這樣對一些球迷進場看球 越來越會減少這樣子 多樣化一點 這樣看球就不只是看球 會是一個享受 我覺得會就是 整個體驗會更棒 今年瓊絲杯夯得很 同時也帶來前潮 悄悄球場周邊餐廳 排隊人潮 落意不絕 店家便當一盒 一盒接著賣 都快忙不過來囉 有 增加了大概三成左右 謝謝大家捧場 真的祝福我們這個瓊絲杯 那個比賽能夠圓滿成功 謝謝 辛苦了 辛苦 瓊絲杯周邊效應持續發酵 大活大快躲移之後 還是別忘了把垃圾帶離球場唷 回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